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美食KY2723 那這一檔一樣是 觀眾的IG上面的留言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講吧 一樣從月限週限日謝這樣子 呃...從遠的到近的來 跟大家來做說明 好啦 從遠的來畫線的話 其實... 呃...沒有太大的一個區別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的是 呃...就是從2020年3月這邊 最底部的價格嘛 然後當時候 來到了... 他也是...其實就是一個 他的主力區啦 就是他的一個... 這個...壓力區 然後就開始往下跌 其實跟我們的...這個...網品 對...跟我們剛剛上一檔講的 這個網品很像 就是說...他們也都是紛紛拉到了... 這個壓力區然後開始往下掉 所以...嗯...就是說呢... 學會這一個... 呃...支撐壓力呢... 不一定會讓你賺到錢 但是至少可以讓你知道說 在什麼時間點 該做進場 什麼時間點 該做出場 對...因為... 其實老實說說真的就是 每個人操作方式都不太一樣 我明明告訴你喔 我支撐是100 但是就會有人比如說 他覺得說... 我...他...我現在分析的時候在125 他就是在125的時候做進場 然後...濕濕的等待那個... 價格跌破100 然後儲藏這樣子 那有些人就是選擇到100 附近在做進場 然後向下去抓這個停損 雖然說後面的...呃... 情況都一樣嘛 就是...都會跌破 假設都...都會跌破 但是一個賠的比較多 一個賠的比較少 對阿...就是... 有時候價格就是... 是需要用來等待了 對阿...就是... 這樣子沒錯 然後我們月線級別大概... 大致上是這樣子 他曾經最高點有到400多 然後我覺得...目前的話... 呃...以這一檔來說啦 雖然說...網品我們剛才上面講的時候 是說他的...這個...成交量非常少 那我們這檔美食... 我有點忘記他是... 是85度C嗎? 還是星巴克的這個... 在台灣的這個公司 我有點忘記了 對...反正... 呃...都是一樣是那個... 算是飲食嘛... 對...就是這個...食品類的 然後反正...他在這個位置... 可以發現說... 他是走一個... 一樣是走一個... 算是... 算是比較強勢的一個... 呃...回踩啦... 就是說...他回踩的是沒有回到他的平行線的位置嘛... 對...而是他走一個N字型的感覺... 那...這邊一定會上去嘛...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那會不會...就是... 以目前這個...沒有什麼可以炒作的... 這一個...呃...題材之下... 然後去炒這個...也有可能啦... 因為...以價格來說...他算是... 在...一個...蠻低檔的位置啊... 因為如果說這邊的阻力呢... 願意把他拉上去的話... 其實就是說... 現在...以過往...到現在的價格是便宜的... 然後...以多頭行情來看的話... 他也算是比較強勢的... 對...約限級別啦... 就是他守住的低點嘛... 好啦...我們就來看一下... 周限級別... 對...就是說...呃...之前的壓力大概抓一個... 我抓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啦... 其實你可以抓到這邊最高點...大概190左右啦... 對...我們抓好了... 那不然我們就直接抓一個190... 對...大概...大概說真的... 在這邊附近做進場... 有可能是一個轉折區... 有可能是一個比較低的價格... 那...這邊有可能再放個幾週...幾個月... 對...有可能就會真的到達190... 也說不定... 那...這個都是需要做...等待... 加上...你要有一點點運氣... 還有就是... 你敢下單啦... 對... 因為...我們就是說... 我們就是抓3-5%的停損嘛... 然後我們...價格呢... 就是買在一個... 算是...已經算是一個大支撐區了... 對...算是一個大支撐區... 我們沒有在中間找一些價格去做進場... 我們找一些比較主要... 所以...如果說你用3%去賺... 你覺得有興趣的... 那你可以參考看看啦... 好...看一下週限級別... 週限級別... 就是在稍微講... 稀一點點... 對...講稀一點點... 就是說...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好了... 好...反正呢... 首先呢... 如果說... 以這個... 畫線正趨勢線的方式的話... 他目前是... 呃... 越過去的... 他越過去... 而且呢... 我會把... 他這個位置呢... 當作是... 一個支撐... 這大概100塊這個位置啦... 如果說掉到100塊這邊附近的話... 我認為說... 這邊應該還是有一個上漲的動力... 不過前提是... 他... 整個... 這一個... 呃... 就是他... 等等看成這個... 日線級別再跟大家來做說明好了... 反正之前呢... 也是嘛... 從他的低點... 然後走一個... 很平穩的上升趨勢... 然後到達高點190... 然後就開始往下掉... 往下掉呢... 又回來... 回測... 然後正式往下跌嘛... 這個就是... 我們... 在分析裡面常常會看到的... 一個上升趨勢線結束的一段啦... 對... 那當然... 他這個位置呢... 是真的會跌... 只不過說... 他到底會跌在哪邊... 其實很難說啦... 對... 所以說這邊這個位置呢... 就盡量不要去接啦... 這邊這個位置... 就盡量不要去接... 因為可能... 反向成為了另外一個壓力這樣子... 好... 我們就看... 日線級別吧... 日線級別呢... 目前能找出一個... 大概的壓力... 我自己抓啦... 大概就在100... 120... 120左右... 所以你要去計算一下... 假設我現在做進場... 然後呢... 我拉到120... 我就要先行部分的先走嘛... 對... 除非說你就是... 覺得說我剛才講的非常正確... 嗯... 他有可能從100塊拉到... 190... 直接... 給你賺90%... 對...如果說你是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那然後... 然後你也是設... 比如說3-5%的這種停損... 你用3-5%然後去賭一個... 有可能90%的利潤... 那我當然覺得說... 嗯...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對... 只是到底會不會倒打... 是個... 很大的問題啦... 對... 那我目前呢... 只要他不過壓力... 我就覺得說他這一邊呢... 拉一拉... 他目前走一個上升趨勢嘛... 然後在這邊就是一個... 假跌破... 真的是一個假跌破... 因為... 跌破中... 隔天馬上用一根紅K吞噬... 然後隔天又跳光開高... 又一個爆量跳光開高上... 所以... 基本上我畫的上升趨勢的通道... 會畫成這樣子... 那目前的情況就是他... 嗯... 剛剛雖然說... 我們說100嘛... 那這個100呢... 我覺得啦... 你要的話就等到100... 那不然的話你就是... 直接在這一個... 就是... 上升趨勢的這個... 底下這邊做進場... 那一樣... 我就要抓... 還是要抓停損啦... 除非說... 你跌到這邊... 對... 你這邊做進場... 那你跌到100... 你有辦法去做... 一個比較深度的加碼... 譬如你買一張... 這邊就要買... 兩張以上啦... 盡量把你的價格整個攤平下來... 因為假設你買一張的話... 假設買在110... 你這邊買一張... 你不過... 平均的價格還在105... 對不對... 所以至少買... 買個... 呃...多這樣一點啦... 然後把價格... 平均價格壓低一點... 對... 不然的話... 我覺得... 你要嘛... 就是等待他... 越過這一個位置... 就是100... 120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 向上去... 突破上去了... 那不然的話... 你就是等待... 疊下來... 那反正有各種... 各式各樣的方法... 讓大家去接... 反正就是... 這邊是支撐嘛... 那這邊是支撐... 但是你要去思考... 每一個... 買進的價格... 每一個價格... 和價位... 它的支撐的原理都不太一樣... 像假設我們是買在一個... 上升通道裡面的個股的話... 代表說... 他非常有機會在一個心情裡面... 就會讓你賺的... 比較多一點... 因為他... 算是高風險... 那會... 迎來就是一個... 高報酬... 因為他時間周期比較小嘛... 他不能讓他的價格... 一直... 不能讓他價格跌破嘛... 所以說基本上... 他到這邊的時候... 就會不斷的上去... 那再來就是這條... 這條砸下來... 就比較像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畫一個這樣子的... 呃... 周限級別畫那個樣子嘛... 對... 就是他有可能... 就是... 會再次跌落下來... 然後跌破上升趨勢線... 這邊這個位置啊... 假設這一條呢... 是我們剛剛找的... 這個... 你看這邊這一條線嘛... 也是曾經的... 支撐壓力的位置嘛... 看這邊這個位置... 把他圈起來... 這邊嘛... 這邊... 這邊... 然後這邊回踩... 蠻合理的... 所以會不會一百塊呢... 又反彈... 假設現在目前日線... 好反彈上去又往下跌的情況呢... 呃... 也不是不可能啊... 也不是不可能... 對... 所以說基本上最好的... 接的點應該是... 在他突破一百塊之後... 然後我們發現說... 呃... 他是延伸上升趨勢線... 然後在這地方坐進場...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搞不好也會被這個地方洗掉啦... 對... 說真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說... 他這次跌破之後... 會不會是直接跌到下面去... 這個都很難講... 所以... 照自己繼續就好啦... 如果說你認為... 這個... 疊呢... 是疊假的... 那你就隔一天再砍... 那...如果說你是覺得疊真的... 那當天再砍... 所以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的... 只是在於說... 嗯... 你的策略要一致啊... 你不能改一改去... 我今天覺得他可以上去... 我今天覺得他不行... 對... 你這樣的話就不是一個... 非常好... 像我...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覺得... 直接砍掉... 等於當時候的行情... 確實不是很好... 很多是往下跌的... 所以... 我並不會去賭說... 因為已經... 早就已經... 早就已經跌下去嘛... 100塊... 抓個97... 96... 就已經... 很緊繃了... 他還跌到...對不對... 很低... 沒有太好... 他跌到... 95... 抱歉講錯... 那反正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他再次如果說跌下來呢... 會不會像前面一樣... 反彈之後... 然後正式來個往下跌... 這個... 有機會啦... 所以... 就看個人... 對... 有可能... 100塊這邊玩一個... 算是比較短的操作... 2% 3%就走人這樣子... 對... 或是說... 呃... 到達這一個... 他比較高的這個價格呢... 欸... 去空下來... 我覺得應該也不錯... 好啦... 我們的美食ky2723... 就大概簡直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把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